影片内建中文字幕,有需要的请自行开启 迅兽师农怪核心技能是,浪潮、利爪、雷电、狼嚎或兽部 这四个技能分别提供回血及各种buff 其他技能选择输出效益较佳并自带特殊效果的,霹雳掌、抓急、践踏、虚空闪电 技能深化方面,回血,各种buff,打击术,连断术,使用次数,冷却减少,范围增大,这些都很重要 对于农怪比较不重要的是精神力恢复,后对方跑速或攻速之类的技能 有闲钱时,没事就去技能商人那边把书买一买 宠物技能最重要的是三只小黑经验,平常可以收着,需要为小黑石再召唤出来 如果搭配石板跟战斗普拉斯,要超过50%没什么困难 马的技能有加攻击或暴击及负重的都很好 迅寿师的平民装备是四件紫装,五件加六绿色饰品,金色品质的主武跟副武 属性选择方面,暴击优先,攻速其次,跑速有比没有好,精神力目前可有可无 水晶初期用蓝色加攻击力,中期战力超过2000以后 你再慢慢考虑要不要用紫色把暴击跟攻速也撑一下 至于系列选择技能,选你高兴就好 目前版本大概站立2200左右可以玩到主线任务破关 破关后我才发现自己卡尔佩恩跟贝尔村庄的支线负重任务没解 首都找贝斯凯安进行为了小孩子们,完成后获得负重加100道具 贝尔村庄找利凯贝尔进行猎人的资质,完成后获得负重加50道具 接下来请看试算表,目前版本站立2300左右 农怪收入最高的是魔女的教堂或圣地 地图上依照怪物分布情况不同,农怪效率也会不同 想拼效率就找怪物超密集的点,站立不够高会充选,相对赚的钱也高很多 假设每小时底薪35万,一天挂24小时就有800多万 以上,咕狗姐姐配音,附上农怪10分钟的录影,881 不 Hmm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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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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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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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